我可能输将军头的时候才有优势 我看好像长得比较像一个将军 大家不是都说我长得比较英气 比较适合那种霸气的角色吗 因为我的五官其实没有很柔和 确实会 就是我不知道 很多身边的人 就是刚开始跟我认识 不是很熟的人 都会觉得我好凶 可能我不做表情的时候 会看着比较凶 就看着脾气比较大 我说那没办法 我就长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什么都能演 2021年对于白露来说 无疑是收获人气的一年 白露凭借周深如故 提名32届华顶奖最佳女演员 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此奖项 但提名极肯定 相信白露的演技会越来越好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王牌部队 白露也有客串 虽然出场的机会不多 但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 剧组还很贴心的放了一段花絮 花絮中的白露一如既往的 展示她模型的大笑 怎么说呢 已经做了这么多期白露的视频 我算是发现了 只要有白露的剧组 那么整个剧组一定都会被白露带跑篇 看看这经典的模型大笑 连一旁的肖战都忍不住要加入了 话说这次两人演的是一对青梅竹马 虽然结局两人并没有在一起 但也不难看出 这两人的CP感还挺足 也有不少人期待他们俩 能够真真正正的合作一部剧 毕竟男帅女美的搭配 谁会看腻呢 细数白露合作过的男演员 好像跟谁搭都挺配的 这种神奇的CP体制 就会让很多观众想要刻起CP来 但是还没等你刻起来 白露就斩断了大家可CP的面头 比如你看剧里的白露 多么甜美可人 但到了剧外 跟人家伦的相处方式 更像是铁哥们 在一场花絮中白露需要抱住人家伦 谁知他竟坦言 感觉他是我女朋友一样 人家伦也毫不留情地评价 白露和时宜 性格简直天差地别 白露在没红之前 跟张义夫合作了电视剧 大王不容易 两人有大量的对手戏 也让不少人直呼快在一起 但是在私底下 张义杰竟是白露口中的儿子 一副母词子笑的场景 让人忍不住想喊 白梦言 你清醒一点 白露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浪漫的话 我在等他长大 张义杰毫不留情地回了一句 我在等你变老 好吧 刻不成CP 刻个姐弟也行 不过也看出来 白露的性格真是不错 现在的白露正在 长月经营剧组努力搬砖 这也是白露和罗云西的 第二次合作了 制作方也是很懂观众和粉丝的期待 开拍才十天 就放出了两人的拍摄花絮 白露和罗云西在片场进行高音PK 两人的对话就像小学生在比赛 不负众望的 白露的笑声 又又又响彻片场 所以说白露真的是个开心果吧 明明在剧中 白露和任嘉伦 罗云西等重男神 都是满满的CP感 怎么一到了戏外 就处成兄弟情了呢 真不愧是娱乐圈 片场社交 那什么正第一人 不过这么欢托的白露 当然也有害羞的时候了 在一档综艺中 当我们白露看到王一博 就差把害羞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白露觉得呢 哦 my god 就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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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吧 接吧 非常帅 看白露的小动作和小表情 简直像一个怀春少女 所以说 原来白露是喜欢王一博这瓜的吗 也不知道这两人有没有机会合作 想想那一画面也足够让人期待的了 白露现在的发展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都说白露是幸运的 但是幸运的背后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相信白露会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好 也非常期待她以后带给我们的惊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听到 哎 这部戏 哎呦白露啊 白露成不起我啊 类似这种话 就是说白露的戏果然都还可以啊 就这样 想做一个这样的演员